四个蜡烛人围着一个竹心跳舞 一个巨大的光球飞过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其中一个蜡烛人翻过竹边 开始往光球的方向走去 然而没走多远 这个勇敢的蜡烛人就感到寒冷 渐渐凝固而死去 后面三个蜡烛兄弟一直看着他 他们对望一下 其中一个在竹心上取下一段导火线 插在自己脑袋上 朝着光球的方向奔跑起来 另外两个兄弟也跟着这个家伙一起奔跑 有火焰的温度 他们就不会凝固 跑着跑着 最后一个蜡烛人看见了凝固的同伴 停了下来 但没等他追回去 他的手就也凝固了 他知道自己赶不上兄弟了 只得掉头奔回家园 不久 燃烧着奔跑的兄弟渐渐融化 慢慢地失去了整个脑袋 接着只剩下半截身子 最后成了一滩残骸 兄弟沮丧地跪在其边 直到曾经的领队熄灭 就在他绝望地等待死亡之时 光亮燃起 是刚刚掉头回家的兄弟 虽然失去了脑袋 但他竟然坚持到了这里 他将火把举在手上 递给了同伴 今后一切都将靠你了 于是 最后一位蜡烛人 义无反顾地朝着远方奔去 他将火把从左手换到右手 再换到左手 最后插在脑袋上 奋力一跃 在空中 他成为了一个光球 他的面前是无数个平台 最后 他撞击在其中一个平台上 成为了新的蜡烛火源 于是 蜡烛人完成了一个循环 又会有新的蜡烛人诞生 他们又会被同样是 光球的蜡烛人吸引 奔向新的边界 成为新的火种